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对于人们来说 肾的确非常重要 但是我们怎样来认识肾呢 中医所说的肾虚 那么吃一些中药 去调节调节 是可以治好的 中医所讲的肾虚 到底是一种什么情况 北京中药大学翟双庆教授 为您精彩解读 《黄帝内经》第一部之 肾为先天之本 肾实际上讲五脏的时候 我们前都已经讲了 心呀肝呀肺呀脾呀脾呀 肾是放在了最后一个 不是说放在最后一个就不重要 实际上放在最后一个 它重要性更大 我们先看看这么一个现象 平时在临床当中 遇到有些病人 我们摸摸脉 看看舌 问问症状 可能会跟病人说 你有点肾虚 而有的病人听到这一话以后 就非常紧张 说我肾虚 是不是我得了什么重病 我是不是要去查一查 实际上它是把中医的肾 跟西医的肾 概念给混淆了 我们讲西医所讲的肾 就是在我们的腰后两侧 它有一个什么作用呢 有对血液进行过滤 维持着我们身体的水液的平衡 电阶质的平衡 另外还有一些分泌的作用 调节着我们的这种血压 而中医所讲的一个肾 恐怕就不是这样了 那么中医所讲的一个肾 实际上 你说是哪个具体的器官 也不是 它也看不见摸不着 它是西医当中的 很多的这些系统的一个组合 包括我们的神经系统 免疫系统 内分离系统等等 是这些系统的 有些功能的部分组合 我们称作是肾子 可惜的是啊 现在有的时候 电视有些广告 尤其是一些 补这个肾需要的这些广告 中尿啊 可以补肾需 结果呢 它就打出一个模型图 这个模型图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人体的两个肾 我想啊 这可能也是造成了一种 误解吧 也使不太了解中医的人 获得了这么一个目解 好像中医所说的肾 就是西医所说的肾 其实我在这里告诉大家 两个不是一回事 啊 西医这个人如果得了肾病 还是比较难治的 还是要进一步到西医医院 去检查 去治疗 中医所说的肾需 那么吃一些中药 去调节调节 是可以治好的 那么今天我们就重点 谈谈这个肾 肾是什么呢 我们讲是先天之本 有人说到这里 你想想先天之本 那就相当重要了 人生下来就有的这个东西 这就是先天呀 你说它重要不重要 它就非常重要了 那你说人生之本 是由肾而来 人生出来以后怎么样 它的模样怎么样 它的体质如何 它将来长成什么样 都跟谁有关系 都跟我们所说的肾 是有关系的 那么肾为什么 就成为先天之本了 实际上呢 这个还要从古代的 那些文化讲起了 上述红范 当中就提出来了 说五行排序当中啊 一约水 二约火 三约木 四约金 五约土 你看它把水排在哪啊 把水排在第一位 实际上它是认为啊 这个水是万物的本源 最先发源的这个东西 所以管子的水地片 也明确提出来 说水者何也 什么是水啊 它的回答是什么呀 是万物之本源也 也就是万事万物之源 都是由水而成 当然这个水 你也不要就完全理解为 就是我们的有形的 这个水 实际上是具有水 这种性质的这些物质 是万物的什么呀 基础 万物的本源 那么人也是万物之一 换句话说 水也是什么呀 人的本源呀 那么人体当中谁煮水呢 古人认为是 肾煮水 所以肾也就称为了 先天之本 前面呢 我们已经讨论过 说脾呀 是后天之本 那么您在这里呢 要提出一个肾为先天之本 这是怎么回事啊 实际上我们说啊 在中医里边呢 脾和肾都是同等重要的 都是很重要的 也就是说 水生万物 水产生人 也就是说 我们肾决定着 我们这个人的生长发育 它的生长壮老乙 而土呢 脾呢 养万物 它养我们人体 实际上也在 我在这里也就是说 脾是维持的 我们的这个什么呀 人生的生长发育 我们人的生长壮老乙的 这个过程 所以这俩还是有些区别的 那么呢 我们说 肾作为先天之本 它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所以今天 我主要谈这么两个作用 一个作用 是什么呢 是它对遗传的方面的影响 另一个呢 就是它对我们生长壮老乙的影响 里边还包含着 我们人体的生殖系统的法育 我们先看看 它对遗传的影响 在内经当中讲啊 说人之始生 何弃柱为基 何力以为损 齐博就回答了 说人之始生啊 是以母为基 以父为损 你看他这笨话 说人刚刚形成的时候 是什么气就形成了它的基础 什么气就为损 损是蓝根的意思 也就是户外的意思 那么古人认为呢 人这个胚胎的形成啊 是由母亲的阴血 和父亲的阳精 两相结合 形成了胚胎 那么这个两相结合 形成胚胎 我们就称为 先天之经 这个先天之经 传之于哪呢 在我们的肾里 也就是说 肾作为载体 就把父母阴阳 气血之经 怎么样呢 给保留下来 我们现在讲的 叫什么呀 叫信息传递 实际上 肾就是一个信息传递的 一个载体 就把这些东西 给保留下来了 然后我们才能够怎么样 生意这个 我们慢慢去成长吗 你才能够像你的父母 也才能称之为 你是父母的什么呀 骨肉 古代里啊 没有什么遗传学 不像现在咱们大奖那种遗传学 它没有 但是他认为呢 父母的这种东西呢 就在身里保存下来 实际上这个东西 也似乎就相当于 我们现在所说的 叫做什么呢 DNA吧 也就是这套东西嘛 因此这种遗传的这种东西 对我们身体 是有很大影响的 尤其是我们能否不能否 长寿啊 可能就起了一个 非常重要的作用 前苏联呀 也进行过调查 其中呢 有一个课题组啊 对5000个加息 去进行了一个 寿命的调查 发现呀 80岁到84岁的人群呀 这家族的长寿率 在51% 而105岁以上的人群 家族的长寿率在哪呢 在70%多 而且呢 遗传学家们呢 还对1600个这种 孪生的老人 去进行一个追踪调查 发现呀 真正的同孪生的老年呀 他们顽固的年龄 非常接近 平均寿命就差3岁 而这种一卵生的这种兄弟呢 那平均寿命相差了6岁 可是这种同胞 兄弟呢 这种平均寿命 基本上相差了9岁 由此也提出来 这种遗传因素 对于人能否长寿 是有重要关系的 是起了一个相当重要的 这么一个决定性因素 也正是因此 所以中医在强调 或者叫内经 在强调我们养生防病 长寿当中 是非常非常重视肾的 这是第一个方面 我们说遗传 慎气在人体的不同年龄段 都有什么不同的表现 为什么小孩子爱动呢 宅庄庆解读《黄帝内经》 第一部之 慎为先天之本 中医认为 慎为人体的先天之本 生命之源 它与人体的生长 发育 生殖 衰老 密切相关 所以中医所讲的慎 是功能的概念 而不是器官的概念 它和西医讲的慎 不是一回事 那么从先天之本 这个角度来说 慎会对人的遗传 产生影响 那么在人的生长 发育中 慎还起到什么作用呢 第二个方面 慎对我们的生长 壮老乙 发挥着重大的作用 在内经当中啊 他把人的生长 壮老乙啊 是以十岁作为一个阶段 进行了一个划分 实际上我们讲 这个也是从实践经验当中啊 怎么样 得出来的 日常观察 所得出来的 而且他提出啊 在这个十 以十岁作为一个阶段的 这么一个发展过程当中 甚至在里面起了一个 重要的作用 我们可以看一下 内经原文 内经当中 首先提出来啊 说叫什么呀 人生十岁 五脏始定 血气已通 其其在下 故号走 说婴儿生出来以后 到十岁这个阶段下 他这个五脏 开始怎么样呢 发育了 血气呢 也开始涨了 开始逐渐的去旺盛 我们说慢慢去成熟吗 到成熟没有 没有 其其在下 其其在下说明什么呢 说明他这个肾脏 先天之经所藏的地方 他也怎么样呢 开始发育 开始逐渐去旺盛 我们这肾脏是在哪啊 是在我们的下角 所以他称为叫 其其在下 表现出来的这种行为呢 是号走 走 古人就讲是跑的意思 说小孩啊 性格活泼调皮嘛 我们先看前头啊 说五脏始定 血气始通 这是他正在发育呢 健全没健全 没健全 成熟没成熟 没成熟 所以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古人把小孩称作 治阴治阳 也就是小阴 小阳 你看啊 小孩的时候也特别单纯嘛 饲养也特别单纯 所以他得病啊 也特别单纯 也正是因为 治阴治阳这些特点 我们说治疗小孩疾病 用药也十分清零 用药也少 你也不会说 一个小孩得病 一开竹方子 开竹俩星期间 你慢慢吃去吧 很少这样 得病的单纯呀 很多都是什么呀 因为这小孩嘛 思想没那么复杂嘛 无外乎就是吃了喝了 所以得病呢 有的是什么呀 撑着了 时机比较多 要不然就是什么 招两感冒了 由于他这种气血脏腹 发育不太成熟 所以导致出来什么呢 他的神智健全没健全 也没健全 我们说行是神的基础吗 所以小孩的思维 是更加单纯 考虑那么多吗 没有 没那么多心事 所以有时候我一说 你看那小孩一放学 小学一放学 那小孩全背着书包在那 哗就跑出来了 这个时候你要看着 一两个小孩倒背着手 低着头在那慢慢走 你可能认为这小孩 是不是有问题呀 为什么那么心事重重啊 你再反过来 如果是大学生一放学 那哗全都跑出来了 你是不是就想这 这人是不是有毛病啊 这是不是 这这么不稳当啊 所以小孩有小孩的思维模式 正是因为这一点 我们大人在叫小孩的时候 你要注意按照他这种思维模式 去考虑一些问题 所以这是小孩的一些特点 二十岁了就不一样 你看二十岁它是什么呀 血气使胜肌肉芳长 故号区 三十岁是一种什么情况呢 三十岁就是五脏大定肌肉坚固 血脉胜满故号部 也就是说二三十岁的时候 五脏进一步发育逐渐成熟 肌肉怎么样呢 也胜胜了 血脉也怎么样呢 血气也旺盛了 所以我们讲二三十岁的时候 这是人体比较健壮的时期 表现出了一些行为特点呢 所以它好去 去就是快走嘛 说明什么呀 它有劲儿 但是特别稳当吗 还不是特别稳当 三十岁呢 故号不 说明它运动不运动啊 还是喜欢运动的 但是我在这里说啊 身体强壮了 思维完全成熟没有 还没有完全成熟 所以有时候我们讲 叫做什么二三十岁的 矛头小伙子 还要进一步去磨练 去锻炼 但这个时候要注意了 那么既然是二三十岁 血气旺盛身体 正在强壮时期 你说那种虚症多不多呀 就不多了吗 所以这个时期得的病人 大部分都是失照 我们您床上也经常见他 哎 小伙子来了 二十多个岁 到这来把胳膊一伸 说大夫 你给我摸一摸 我是不是肾虚 我说你二十多岁 你就肾虚的话 你下半辈子可怎么过呀 四十岁 这是个节点 四十岁是个什么呢 五脏六腹十二经脉 结大圣一平定 表现出来什么呀 凑离史书 荣华退落 发不斑白 平胜不摇 呼好坐 我们说四十岁 是个鼎盛时期 所以他叫什么呀 大圣一平定 而且告诉你 平胜不摇 这都是非常健全的 到达了鼎盛时期 我们讲啊 到达鼎盛时期的下一步 就是什么呀 就是摔吧 这就是中医的编程法吗 到了鼎盛了 就该走什么了 走下坡路 所以接下来就是什么呀 凑离还那么执迷吗 不太执迷了 就疏松了 荣华就退落了 还那么好看吗 那么漂亮吗 不是了 发不斑白这个坡 实际上是一个错解 是发病斑白 换句话说 就有点白头发了开始 尤其病脚有点白头发了 这人还愿意动吗 不愿意动了 这是四十岁 所以在内经当中 又讲 叫做什么呀 人年四十 阴气自伴 起居衰严 这里的阴气自伴 阴气指的是谁 指的就是肾气嘛 因为肾在五脏当中 属于阴呀 也就是说 肾气开始衰弱了 你想想啊 十岁的时候 肾气开始旺盛了 所以人就发育了 逐渐在发育 四十岁了 阴气怎么样了 肾气就开始衰了 所以下边人体怎么样了 就开始步入一个衰退的 机能衰退的阶段 那么四十岁的人 我们说啊 功能最旺盛 开始有衰退的表现了 所以我们讲 四十岁的人 最懂得 或者说最希望谈一点养生 但是他的养生 你要注意能大补吗 不能大补 可能就要一些调补 调节 另外四十岁 我们说啊 脏腑气血发育到了极点 他的思维是不是应该成熟了 应该成熟健全了 所以他稳当不稳当 顾好做嘛 他就比较稳当了 所以孔子也讲嘛 就四十而不惑嘛 四十岁 什么经验都有了 什么事也都明白了 一个充满智慧的神秘作者 如何成就出 石破天津的兵书之手 一部中国现存最早的传奇兵书 又是怎样改变着中国和世界 两千多年的军事思想 与众不同的全新解读 跨越时空的中国智慧 期日节目 马俊品读孙子兵法 百家讲坛 近期隆重现影 期待您的关注 肾到底与我们人体的哪些部分密切相关 我们该怎样养护好自己的肾呢 敬请关注窄双倩解读皇帝内经第一部诗 肾的神奇影响力 人生命的起始 其实就是一个不断走向衰老的过程 四十岁 人的脏腹气血发育到了极点 然后就开始走下坡路了 那么四十岁之后 人体会发生什么变化呢 到五十岁 恐怕就步入衰退的年龄了 刚才我说了 四十日肾气开始虚衰了 那么肾气虚衰以后的下一个脏腹是谁呢 按古人来讲 肾是属于水 水是生谁啊 木 水不足 木就虚了 木是谁啊 是肝嘛 所以五十岁就是肝子 木不足以后不能生谁啊 火 所以六十岁就是谁啊 就是心气不足了 那么火完了就是谁啊 火生谁啊 火生土 所以下一步就是谁啊 就是土了 就是脾了嘛 脾不足 脾以后就是金 金就是肥嘛 最后再回到水 再回到肾 是不是人体就大衰了 恐怕就是大衰了 所以先看一下五十岁 五十岁是什么呢 五十岁是干气使衰 干液使褒 胆之使灭 这个灭字 这个灭字实际上经过考证也是个错解 应该是一个什么呀 是简字 也就是胆之使简 牧师不明 五十岁 干气衰 干气衰的一个主要表现 干煮目嘛 所以人就眼花了嘛 而且五十岁 干煮金活动 还灵鞭吗 也就不灵鞭了 我们说四十岁以后 有人就有这样的体会 说在四十岁 四五十岁之前 他不知道什么叫泪 那么到六十岁 六十岁就是心气不足了 所以他称为叫做什么呢 叫做六十岁 心气使衰 苦忧悲血气 六十岁就是心气不足了 心住什么呀 心住神呀 所以六十岁的人呀 苦忧悲 多愁善感 人比较抑郁 经常想一些那些 不该想的一些事 比较悲伤 对于什么事的兴趣 还浓厚不浓厚啊 就不太浓厚了 而且喜欢独处 不愿意跟人去交往了 原因是什么呀 原因是他的心气不足了 而这心又住谁呀 心又住血脉嘛 所以这个血脉的流动 也不是很畅了 因此人愿意活动 不愿意活动 也不愿意活动了 喜欢握 握就是躺着嘛 不愿意动了 到七十岁 心气不足以后 就是火不足以后的 下一个就是谁呀 就是土嘛 所以到了七十岁 内经当中讲 脾气须脾腹库 脾是煮谁呀 煮鸡肉的嘛 脾不足以后 鸡肉怎么样呀 也就不坚固了 所以你看六七十岁的人 这个皮肤还紧致吗 不紧致了 肌肉坚固吗 不坚固了 当然我不是说六七十岁的人 就都变成瘦了 不是 有的人还是挺胖 但是他那个肉 你看看是瓷似的吗 不是 是比较宣了 这是脾虚的缘故 八十岁 肺气衰破离 故焰山雾 八十岁的人呀 这个肺气不足 肺其中有一个重要的作用 肺藏谁呀 肺藏破 这破是什么呀 内经当中讲 破是并经而出入者未知破 这属于神智的之一 什么意思呀 并经 这个经是指我们出生的小孩 那就是随着 跟随着胚胎而形成的 一起出生下来的 这些什么呀 感知觉 运动觉 换句话说 是一些本能性的这种 感知觉 运动觉 这就成为破 那么我说到这儿 你可能也能理解了 八十岁的人 一些本能性的东西 可能衰退 我们大家都知道 有些老年人 老年痴呆 有的 严重的 称作什么呢 阿尔兹凯默症 这不都是痴呆老人吗 简称AD 有些人像我这样 岁数的人的父母 你想一想啊 原来你在跟他们说话的时候 有一个事情 说一遍 他们就能懂 现代性吗 可能有的时候 你要说几遍 他才能明白 他要嘱咐你一个什么事 翻来覆去的去嘱咐你 你就认为他唠叨 实际上有些人 包括我们临床上当中所见的 有些人就是迟来了 精神行为也都不正常了 所以这是八十岁的一个表现 因此称为固言善悟 经常说错话 到九十岁 你看啊 这个肾完了是谁啊 是肝 肝完了是心 心完了是脾 脾完了是肺 肺完了又是谁啊 又是肾 有一个轮回 倒在轮回了 九十岁了 肾脏恐怕就大衰了 所以他提出来叫做什么 九十岁肾气胶 四脏经脉空虚 这个胶在这里 实际上憔悴的意思 肾气已经大衰了 肾气大衰了 其他脏腹经脉也都空虚了 这人还能坚持吗 你再坚持 也就是勉强的维持了 所以到百岁 物放节虚 神气节虚 行害独居 耳中 到百岁 我们所说的这个行 武藏就大虚了 我刚才说了 行是神的基础 行都大虚了 衰退了 你那个神还能够健在吗 也就不行了 所以这个人 恐怕也就死亡了 但是在这过程当中 你可能也就看到了 说肾在里边起了一个什么作用啊 关键性的作用 那么尤其是在后期 肾开始虚以后 是四十岁以后 五十六十七十八十 这个过程 其实主要是一个虚衰 什么虚衰 《安内经》的说法 是一个下虚上十 下虚是什么虚 是下教阳气 尤其以肾为代表的 肾阳不足 上时是什么 是由于阳不足 不能够画阴 导致这些阴成形 不能被画 所以形成的是一些什么呀 鼻涕多 哈拉的多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口水多 痰多 你一看这个老人好像比较脏兮兮的似的 这就是上时的一个表现 因此对于一些老年人 我们就应该温补其下教的阳气 这是一个主要的一个方法 皇帝内经认为 人生命的开始是以母为姬 以父为笋 所以肾主生殖 母体肾气是胎儿发育的动力 而胎儿的生长又要靠气血的充养 如果母体健壮肾气足 生下来的孩子身体就好 那么在皇帝内经中 如何论述肾和生殖系统的关系呢 对于这个生殖的系统的发育啊 内经啊 也有一大段新闻 在阐述这个问题 他呀 把这个女子呀 按照七来划分 以七作为一个阶段 要七岁吗 男子呢 是以八岁作为一个阶段 那也就是说 女子七岁 肾气胜 齿根发长 女子呀 七岁呀 怎么样呢 肾气开始发育了 这个时候表现出来什么呢 表现出来的是牙齿怎么样呢 更换了 头发开始长 往好了长了 二七而天鬼是 二七在十四岁左右的时候呀 那个天鬼 智 智就是成熟嘛 所谓天鬼 这是一个医学名词 天是指先天 先天而来的鬼 鬼是十天干之一 鬼属于水 也就是说天水就来了 这天水有什么作用呢 它藏在肾当中 它有促进人体生殖机能成熟的 这么一种作用 它就成熟了 它成熟了 就使得我们生殖方面怎么样 发育成熟 所以导致了 任脉通 太充脉胜 越是以时下 故能有此 人体的 人体的 人脉呀 同脉呀 就旺盛了 表现出来什么呢 越是以时下 女孩就来越轻 故有此 就开始有 生育能力了 那么接下来的 三七 四七 这都是生长发育的壮盛时期 到五七 他就认为开始怎么样呢 扬名脉衰 那你说到五七 三十五岁的时候 那女子呀 怎么样 面容怎么样呢 开始有点憔悴了 这就表示什么呀 表示着你的生殖机能 开始减退 那么到六七 七七 到七七的时候 古人家 天轨就结了 也就是说 那种藏于肾当中的 促进生殖机能 成熟的这个物质 衰退了 所以你那些 生殖机能的功能 也衰退了 所以他讲 天轨结 地道不通故无子 还有月经吗 月经也就停止了 所以你的生育能力 也就 丧失了 也就是说 女子就没月经了 从 七 一七二七 三七四七 五七六七七七 这是一个什么呀 女性的生殖机能 发育的 由发育到壮胜 到衰退 最后到怎么样 到衰减 到停止 这么一个过程 男子实际上 跟他是同步 只不过男子 不是以七 作为一个阶段 而是以八 作为一个阶段 那就说 一八 二八 一八是怎么样 丈夫八岁吗 这是发育 二八 天轨之了 也就是说 他的生育功能 开始有了 有生育功能了 三八 四八 这都是强盛时期 五八 到了顶级 开始衰退 六八 七八 最后八八 是他的结束时期 你看 在这里 通篇都是以什么呀 以肾气 他的发育成熟 导致了我们人体 生殖的发育成熟 肾气开始衰 那么生殖机能 也开始衰退 肾气最后衰竭 生殖机能 也开始怎么样 衰退 是这么一个过程 都是以肾 作为一个 主要的脏腑 那么说到这儿呢 有几个问题 我在这里提示一下 一个问题 古人怎么以其女子 以其男子 与八呢 首先我要提出来 这也是古人 对我们人类生活的 日常的一种观察 总结出来的 不过从中医理论上来讲 内经认为 女子为少阴之体 男子为少阴之体 男子为少阴之体 那么女子为少阴之体 要想发育成熟 发展变化 必须 前提是什么呀 是阴阳相合 才能发育 才能变化 那么女子为少阴之体 你就要偶合一个什么书呢 偶合少阳之数 这个少阳之数 古人认为 这个基数就是阳数 偶数是阴数 所以女子以妻 作为一个阶段 男子属于少阳之体 少阳之体 要想发育 要想变化 就要偶合少阳之数 那个少阴之数 少阴之数是几呀 少阴之数应该是偶数 所以就以 八作为一个阶段 这是我第一个要说的 第二个要说的 在人体这种生殖系统 发育变化当中 谁为主啊 那就是肾脏为主 所以古人非常重视 肾的机能 所以在养生长寿的时候啊 一直要注意保护肾气 有人说 详实我们的生殖的这个活动啊 生殖机能啊怎么样 再进一步延长一点 少衰退一点 那么去补谁啊 这不就补肾吗 第二个要说的 第三个 还有人问 说的这个 人有没有更年期 你看我说到这 你想是不是有更年期啊 女子七七 什么时候啊 绝经吗 男子八八 你那个生育系统怎么样呢 功能就大减了吗 所以这个时候 实际上是人体内分泌变化比较明显的时候 你也可以称为是更年期 尤其女子多见 四十九岁五十岁的时候 绝经了 自己的性情发生一些改变了 这实际上就是一种更年期了 这个时候你要注意调畅自己的心情 最后一个 在我刚才这个论述的时候 实际上我提到了很多东西 也就是肾跟我们人体许多东西都相关 所以内经 就肾与其他脏腑关系 有一个比较著名的论断 叫做什么呀 实际上这就道出了肾 先天跟我们其他脏腑之间的关系 先天是后天的其他脏腑的基础 而其他后天通过养我们的其他脏腑 养候天可以促先天 实际上这里也是一个辩证的关系 因此我们要强调 我们要想养生 恐怕就要时时刻刻 养护好我们的肾脏 所以我们也把它称为是先天之本 这个先天之本对人体作用是很重要的 好吧 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 好 谢谢老师